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世纪第十一章 我带大家念第一到第九节 我念完后请大家继续读到第三十二节 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九节如下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 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 在世纳地遇见一片平原 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 来吧 我们要做砖 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 又拿石漆当灰泥 他们说 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挺冬天 我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 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 看哪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 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 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 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不造纳成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纳成名叫巴别 就是变乱的意思 我念到词 主内弟兄姐妹们 巴别塔故事在今天的经文中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 但它的含义有时会被误解 在这个故事中 上帝变乱了人的口音 使人分散在全地上 而不是聚集在一个地方 然而 要知道 这并不意味着上帝不想要合一 这里有两件重要的事需要注意 第一 上帝想要的合一 并不意味着上帝想要他的殖民 总是仕途聚集在一个地方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显明了 他要人变满全地的旨意 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和马克福音第16章第15节 说了 在升天之前 主耶稣给了他门徒去世界各地的使命 弟兄姐妹们 从巴别塔事件开始的各种语言方面 我们需要记住 当五旬节圣灵降临时 人类不同的语言被合一 通过多元化的理念 我们需要走出我们群体中的树式区 向世界各地的废信徒传福音 通过合一的理念 我们需要建立一时 虽然上帝的子民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 但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 第二 在巴别塔的故事中 上帝所斥责的是一种遇见一座 灵通天的塔 为要扬名的狂妄态度 以赛亚书第43章第7节也提醒我们 需要时刻意识到上帝创造我们 是为了他的荣耀 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 如果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 传篇天下也是为了荣耀上帝 而不是为了扬名 亲爱的族内弟兄姐妹们请问 当我们建造一座宏伟的教堂时 是否这是为了荣耀上帝 而不是为了荣耀自己吗 当我们执行宣教使命时 是否是为了荣耀上帝 而不是荣耀我们自己 或我们的教会吗 如果我们勤奋并忠实地履行 对家庭和教会的责任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荣耀上帝 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骄傲吗 当教会举行敬拜并提供培训时 是否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吗 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3节提醒说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如果我们要活着荣耀上帝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献上荣耀上帝 我们祷告 我们在天上得福 感谢圣灵的带领 我们今日能够思想你的真道 让圣灵带领我们在生活中 随时随地是为了荣耀上帝 而不是为自己的荣耀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